大家笑话 刚才听了很多的科学家们的讲演 我都非常地长知识 我是杨雪 是中央艺术学院的二胡教师 我手中的这个乐器就是二胡 相信大家对它也非常地熟悉 它有两根琴弦 又是传自胡人 所以它就叫二胡 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发展的两大源泉 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确实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力量 听到了高铁专家 研究古人类DNA的专家 包括卫星专家 他们所讲述的每一句话 其实让我听来都非常地振奋 其实艺术也是一样 科学和艺术无处不在 不知道大家对二胡有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大家可以慢慢想一想这样的准确的词语 我先来介绍一下二胡的年纪 它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它跟其他的一些我国的民族契约相比 它还算是年轻的 像在假胡出土的古迪 已经有九千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二胡算是年轻的 就是这样一件 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乐器 其实它也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如果按照时期来划分的话 我们把前面90%的这一千多年 我们称它为第一时期 这个时期它主要是生长发展自民间 我说它是草根级的乐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宫廷音乐中看不到它 好像文人雅士们也更偏爱古琴 而它一直是散落在民间 可是它生命力极其地旺盛 所以发展至今成为了代表我国 非常非常有特点的这样的乐器之一 我们再说回来 大家对二胡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了 它是不是特别好听 那它为什么好听呢 就是因为它擅长于演奏旋律 又由于它的天生的音色 就非常像人声 这两个特点已经足以担得起好听这个词 所以它才会成为那么多的 说唱音乐 戏曲音乐 歌舞音乐 等等这些剧种曲种的主要的伴奏乐器 当然还有它其他胡琴家族的成员们 他们一起散落在我国各地 成为了那么多的主要的戏曲音乐的伴奏乐器 因为它可以很好的衬托长枪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分布表 为什么前面的百分之九是我们要叫第一时期呢 因为有一个人的出现是他改写了二胡的命运 所以从他之后到现在只有一百年的时间 我们把它叫第二时期 他就是刘天华先生 刘天华先生曾经执教于北京大学 是他第一次将二胡推向了独奏的舞台 他为二胡创作了大量的练习曲 还有十首著名的二胡独奏曲 比如像梁霄 光明行 病中吟 空山鸟语等等 都是刘天华先生的佳作 他认为国粤就不应该低人一等 所以他一生都致力于学贯中西 找到一条适合国粤发展的道路 所以从他之后二胡的发展 应该用火箭版的速度来形容最为合适了 再回到今天我想讲座的主题是行走的弓弦 行走我们可以理解它为从古代走到现在 也可以理解为我拿着这把乐器 作为传承者如何走下去 而我今天更想讲的是地域上的行走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国地大物博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特征 也会孕育出很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特点 这其中也包括音乐 那接下来我就先用手中的这把二胡 为大家演奏一个乐曲的片段 大家可以猜一猜 说的是哪里的方言 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我能唱到中心里面的 segu中 我唱到你唱到你唱到你唱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 这是哪里的音乐 陕西 太好了 大家的直觉都那么地准确 这是一首西北的二胡作品 叫《迷糊调》 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上 它也等于《迷糊调》 什么意思呢 它是作曲家鲁日荣先生 根据陕西 眉线和护线 这两个地方的音乐 地方戏曲音乐的素材 提炼而成 然后创作了这首《迷糊调》 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比较难写 所以这么多年叫着叫着叫下来 就叫成了迷糊调 所以这两个名字 其实是同一首作品 说到西北 可能大家马上脑海中就会想到 扎着头巾的汉子 放羊娃 黄土高原 风沙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有西北特点的词语 确实如此 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那么好 人口的分布也比较的稀疏 所以西北音乐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西北音乐就是演唱西北音乐的人 嗓门都特别大 比如像琴枪 都说琴枪是吼出来的 包括西北的民歌 唱西北民歌的人其实也是放声高歌型的 对吧 我们来想一想 因为那里地儿特别大 人少 不存在扰民的问题 走一天可能放羊也见不到几个人 那怎么办 那就唱歌来赶走寂寞 把对家人的思念 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就唱出来呗 然后地儿又大 那就是放声高歌 所以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西北音乐的特点 西北音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其实我刚才演奏迷糊调的时候 多次出现过 就是它往往会以下行的旋律结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旋律的最后啊 总是一个音比一个音更低 这样去结束的 我再拉两句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对吧 这都是下行结束的 下行结束的旋律 往往就会给人以悲伤 有一股苦涩在里面 没办法 因为西北缺水 大家很渴望 所以呢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旋律的走向 当然这也是我们后人去总结的 别看西北缺水 可是它有黄河流经此地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缺水呢 黄河没有那么的温顺 河道忽宽忽窄 而且落差还很大 所以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 大家对于温暖 对于美好 对于绿色的渴求 是非常非常的 指数非常的高 我们去过西北 当然我们也都去过江南 江南什么样 哇 这个对比很强烈 对不对 鱼米之香 富得不行 我们还有很多的传说 比如像白蛇传 像我想想还有一些 梁山博语 祝银台等等 好像都是跟这块地方息息相关 因为这儿太富了 自然条件好极了 大家可以很幸福地生活 所以这儿的音乐 听起来都很精致 嗓门也没有那么大 很美 江南这个地方的菜也好吃 然后方言听起来 好像吵架也不太听得出来 吵架也像说话一样 所以每一个地方 地域的特点和人的性格 语言特点都是非常的有关系的 那么在江南 也孕育出了非常非常多 跟二胡相关的名家 比如刚才我讲到的刘天华先生 他就是江苏江音人 那说到江南 还有另外一位二胡巨匠 我也必须要提到 他就是阿炳 花彦君 他为二胡创作了传世之作 二泉音乐 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非常的熟悉 二泉音乐这首作品 有人说我没有听到太多 跟江南这个地方的戏曲 地方音乐相关的素材 还有一种声音说 它就是取材自无锡的锡剧 但是至今都没有定论 接下来我用另外一把二胡 为大家来演奏 二泉音乐的片段 音乐相关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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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石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片段 来为大家展示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 我为什么用另外一把二弧 声音因为很低沉 对不对 这一把琴叫低音二弧 它的琴筒的尺寸更大 琴弦更粗 定弦也比二弧要低 所以整个音色听起来 会更为苍劲有力 阿炳的三首二弧曲 都是要用低音二弧来演奏的 我们俗称叫二全琴 这也是一个内行之间 会经常说到的一个名词 说到江南这个地方 其实它还有很多 非常非常好听的 各种各样的地方音乐 比如像苏州平坛 无锡的西剧 还有黄梅戏 户剧等等 都非常的好听 当年阿炳从无锡长大 他从小就听了这些音乐 以及还有很多外来的音乐 然后他就把这些音乐 全部都吸收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情感 最后就创作出了 这么好听的二全音乐 当年以音乐学家杨烟流先生 为首的几位音乐学家 一起找到了阿炳 他们带了录音机 想把他的很多作品录下来 阿炳那时候身体不太好 很久没有拉琴了 他的琴 都被老鼠咬了一个洞 后来他就到附近的乐器店 借了一把二回 练了练就录下了 二全音乐 听松和韩春风曲三首作品 然后他就说 你让我再练一段时间 过段时间你们来 我还可以录 好多好多这样的作品 所以他们就相约 几个月之后再来 但是很不幸 几个月之后阿炳就去世了 所以我们仅仅留存下了 他的这三首二胡作品 刚才我说到了 地狱的重要性 地狱和二胡作品之间的关系 因为二胡在成为一件独奏乐器之后 他的很多作品 其实是跟各个地方的音乐 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它来自于民间 这是它的根 它离不开 其实在二胡的很多演奏技巧中 也有很多能非常非常准确地 去定义这个作品 地狱性的 比如像二胡技巧中的滑音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 方言就离不开发音 比如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 我们分四声 对吧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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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就可以很容易地去把 这四个发音的用滑音来做出来 当然滑音还可以模仿 其他的方言的发音 但是这是非常表面的一种描述 像滑音 柔弦等等这些 都可以很准确地 很好的去把音乐表达出来 我们在看一个乐谱练琴的时候 作曲家会把滑音标记出来 可是它只是一个方向的提示 比如说它会告诉你 从这个音滑到这个音 或者说从低音滑到高音 就是方向的提示 那么我要用多快的速度滑 我要用多大的力度去配合这个滑音 是没有办法去标记和量化的 有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学生 我说你想滑多快啊这个音 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就没有想过 而没有想过 他会动听吗 他不是由心而生的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他 这个音你要用50麦的速度去滑 没有办法 所以音乐为什么说 它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演奏 而且音乐都是不一样的 就在这儿 这也是艺术的魅力 它没有办法量化 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话题 很多人都会问我 二胡好学吗 我想说学什么 学好了都不容易 做好一件事情 其实努力 坚持 用心 当然你也要喜欢 缺一不可 所以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都有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请你坚持 请你用心 我想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为我选择了音乐这条路 因为它让我的思维 真的变得更敏捷 我想问问在座各位 平时外出就餐的时候 餐厅里放的背景音乐 有谁会真正地去听呢 有吗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不会 因为背景音乐的作用就是背景 可是如果我在外出就餐的时候 恰巧 我吃着吃着饭 这餐厅里放的是二胡的话 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我的耳朵会不受控制地竖起来 我就会去听 然后找问题 就像我在工作状态一样 当然这是个题外话 其实除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听二胡 会多少会觉得没有那么轻松之外 我觉得音乐带给了我的太多是好的 它让我的思维变得更敏捷 然后让我的想法会多元化 因为音乐没有唯一标准答案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面对冷冰冰的音符 我如何去挖掘音符背后 它所有的内容 没有人会告诉你 它到底都存在于哪里 完全要靠自己 去一个音一个音地去挖 这个过程很痛苦 可是一旦你挖到了 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也是所有的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关于行走的功弦 地域方面跟二胡之间的故事 我先讲到这儿 那最后 我再为大家演奏一首《二胡名曲》 也是内蒙古风格的赛马 也想用这个作品来告诉大家 二胡不仅仅能演奏悲伤的乐曲 它可以演奏各种各样情绪的乐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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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计划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